大家好 今天我接到好几个短信 是从网上这个武术爱好之朋友寄给我的 那这个里面呢 有这个问题就是问我说 我一直在说这个所谓的事动量 传统武术没有过时不会过时 可不可以以实际来给大家看 不要光只说这个理论 那我想了一会 好我和大家来解释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呢就用习小冬先生和雷雷那一场这个比试 来说明这所谓的事 为什么传统这个武术 雷雷在这个事上面 没有很好的训练 为什么习小冬先生的这个表现 是何以传统武术的这个教导 那在网上大家可以看这个 有一个这个 八倍超慢速播放 习小冬如何20秒KO雷公太极 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这个 那我就用这个 我们来分析看 是什么一回事 和大家分享 那首先呢 我要说一件事情 我在这个地方分享 和大家分析这个我的看法 第一 我们要对事 不对人 因为这是技术上的问题 对雷雷 我们不可以打落水狗 因为今天的他和明天的他 那是不同的人 好 人会变的 那我们也希望雷雷 明天会更好 那 习小冬先生 他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也不必捧他 因为他本来就很清楚 他所训练的是什么 啊我们说这个 我这个几 每次几例这个 全精解药 这七季光 1561年 1560年 所说的这个全精解药 在后面里面 在后面的时候 有一段很重要的 这段是很重要的 好 这段是很重要的 那这段怎么说呢 他说 既得意 必是敌 却不可以胜负 违馈为其 当师何以胜之 何以败之 免而久世 所以我们的老祖宗 是说 这个是技术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 圣 为什么圣 富 为什么富 啊 不要 把它当成是一个 亏 或是当这个奇 惭愧的亏 一个奇 所以这也是我说的 我们不要 这个 打落水狗 那不可以的 那我们也不能这个 去捧这个 西小冬先生 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不需要我们捧 那是以技术上 以很人道式的 我们来说这件事情 那 我想让大家了解的就是这个 是和这个中国传统武术 的内容 如果大家看在00秒的时候 在00秒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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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对立 互相对立的时候 这个在00秒 00秒 这个互相对立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有了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来看的话 雷雷是身体 已经伸展 而 习小冬 是身体 缩着的 那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是开的 这个是缩 这个在续境 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中国人 这个 传统 这个武术的 全觉 或者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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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教法 他在这里说 他说呢 身法当如何超 操 词 身法当如何超 词 这里说 在收 放 卷书 在收放 卷书 好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 常 收 时放 四超 词 书 少 捡 多 用 更齐 好 这个 书少捡多 用更齐 一发 难留 无便 记 一发 难留 无便 记 不如长 手 在心头 不如长 手 在心头 这个 是短打 这个也是永春全的 所谓的用中手中 所以这里说 这个身啊 这个身法 是应该呢 卷多 书少 我们看这个 一开始 徐晓冬 是以卷 这个是以书 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什么 一发 难留 无便 记 你这个 打开了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说 在这个气势之上 雷雷 已经是 不按照 传统 武术 而 习 晓冬 是按照 传统武术 之所以手中 用中的 只要看身法 开始的 还没动 就是这个状况了 所以这个 这个气势 就已经 已经就是 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气势 不对了 好 现在呢 在 011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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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晓冬 电了一步 那这个是动量 电了一步 电了一步 这个就是重量和速度 电了一步 它加速了 它要冲进去了 它电了一步 好 接下来呢 0.14的时候 已经进去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呢 徐晓冬的 动量 冲进去 而雷雷 在这个时候 已经事实上 是被打散了 你看它身形 那就比如什么呢 比如说 这是一辆车 徐晓冬这里 是一辆车 它已经高速 加速冲进去了 这辆车呢 没来得及加速 停在那边 没来得及加速 或者是 加速的太慢 因为它是 它不动 它是电了一步 起来的嘛 所以在两辆车 一撞的时候 这个是 就是拜师了 它接不住 这个是很大 它这个接不住了 所以身体是往后 往后这个 往后 往后倾斜了 你看它 你看它的脚 你看这个是充饰 在0.16的时候 0.16的时候 0.16的时候 0.16 0.16 0.17 0.17 在这个时候 你看西小冬 还是 是往前去的 而 这个 雷雷 已经是 被这个 被动的 在挣扎 然后被逼退 他的事 他的事 已经是败事了 在 0.22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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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已经是很明显的 这个已经是很明显的 败退了 这是明显的败退了 他是守不住 他败退了 他只好 就是已经被逼出去了 0.26 0.26 你看他的身形 你看这个 喜小冬 的事 好像 这个 这个 连续的 不断向前进 你看他这个累累的事 在0.3的时候 0.3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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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雷反计 很 这个很勉强的反计 在那个时候 事实上 他的退市 和他的反计 是抵消的 那这样的时候 他也失了鸡 他的速度 失去速度了 在0.35的时候 徐晓冬入身了 徐晓冬入身 那个 雷雷 事破 接下来 那就 就倒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 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就是 事 这个事 一开始 从这个 书卷 雷雷 雷雷就 已经 不是在用 这个 传统 武术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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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 这个 这个 的传承 的教法 他用的不是传 他是 他是 事实上 犯规了 如果说是 他换了 他根本就不是在用传统武术 那就是说他不懂得是 那 他 比如在这个说 上下一线是 经说 心在何处 立水网 心在何处立水网 心在何处立水网 我们再看回来 我们再看回来 这个地方 看回第一个 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 他的经历是断的 雷雷的经历是断的 他不是 上下一件事经说 反而 这个 习小冬 反而 习小冬 这个身体 这个 剪着 也就是缩 剪 许静 他是一线 上下一线 事经说 这个不是 这个是上下身 已经断了 而且是 大开的 在这个 在这个 雷雷 这个 败退反击的时候 你注意看 习小冬 你注意看 习小冬 那个就是所谓的 永俊全所说 全重新发 是什么呢 心在何处立水网 上下一线事经说 好 心在何处立水网 上下一线事经说 好 那 他是 比如前面这里说 他是 用中 手中 这个 全 游行发 他是跟着中国传统武术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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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科学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科学 他是依着 习小冬先生 所 所 这个 啊 所表现的 是依照 这个 啊 中国传统武术 这个是 啊 1784年 前进 前进 里面的 那你说 MMA的 眼里 和训练 是否 和这个 1784年的 是相同的 其实 这些 技术 百年前 已经是成熟的技术 啊 到 一百年之后 大家大概都了解 这么一回事 身体 一定要 说 不能张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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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步 加速 这些东西 而我们 从这里 可以看到说 从这个地方 通通可以看到说 雷雷对视不懂 所以雷雷说 哦 我要用的内力 那我们要这个 好好的思考一下 用什么内力 从一开始到倒地 你根本没办法 七根在脚 发一腿 足扎一腰 行一手指 那是太极拳的 这个 用力的这个 用劲的这个 这个全觉 你的 你根本没办法 做到那一点 你一直在四肢之中 你一直在四肢之中 开始的时候 这个身体不许进 开始之后 一直在这个 在被动中挣扎 然后这个 在败事的时候 这个 反击 那个时候呢 这个 退后的事和 往前的这个 这个攻击呢 抵消 那就好像一个车 一边要后退 那一边这个 又 又要向前 那就是抵消了那个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时机 就缓慢下来 这个 西小冬呢 在那个时候就 这个是0.3 左右的时候 就 入身 因为他那个时机 这个 累累慢了下来 冲进去了 一拳打下去 那就破释 倒 那事实上 在那个时候 如果不要做这个 反击 这些东西 那输了就 跑开就算了嘛 那就不必再打了 那就认输 那你说懂得是 是 会不会输 当然会输 比如说我们和谁 和这个 拳王这个 Mike Tyson 打 他的事 是如虹 你看了 不能打 我输了 跑开 所以这个是 是的一回事 我们现在是用这个 分析 用这个物理 用这个 这个 现代的物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很 很清楚的分析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个 古代的全 全 这个 传承 全 中国传统全的传承 这个事实是 所谓的用中 手中 全重去 新发 这个 身体 身法的伸缩 中国传统 武功 武术 没有 过时 没有过时 而是 我们如果不练 那好像 累累这么一样一回事 那那是个人的事情 和传统武术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 祖宗的事情 我们这些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子孙不孝 不足以 罪以祖宗 所以呢 这个就是和我和大家 分享交流 以事实来说 这件事情 那当然 当然我们这个是用分析 这件事情 那这个也许也是 累累内心的痛 那我们不可以打落水狗 错了 富了 没关系 就好像这个 七七光说 既然得这个 得这个 这个这个 有这个 学这个意 那就试一试 那只输了 那知道想一想 为什么输 那输在试上 所以呢 那传统武功 不是来什么 擦眼睛 锁喉之类的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些手中 用中 这些 全重新发 这些 生法的 生步法 如果这个东西 掌握不住 那是个人的问题 那是 就是 就是 自己训练不够了 那 既不如人 就是这么回事 那所以 在习小冬先生 所练的 符合 一四八 二 一七八四年的 全理全觉 交材 这个就是事实 那你说 MMA好不好 好 因为他们训练 有系统的 科学化的训练 他们 可以 这个 符合 而且可以 表现出 这个中国老祖宗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言理和教法 和权力 和这个武功 相反的 如果我们只是研究 静啊 这些东西 而不了解 而不了解 这回事 那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你说这个 中国 这个传统 武术 有问题吗 没问题 问题在谁 在我们身上 我们没有很 我们没有很仔细 没有 没有依法奉行 没有去练习 那我的今天的看法 就是这样和大家分享 我们技术 我们技术 这个当技术分析 因为这个是全数 所谓的数 就是一种技术 一种科技 我们可以用一个 客观和科学 甚至用物理 来看刚才那几段分析 你看到就好像 两辆车一撞下去 这个高速 这个很重高速 有这个动量很大的 一撞下去 这个车转 他受不了 承受不了 接不住转转 然后这个 这个大车又在滑进去 然后这个车 只好被推走了 就这么回事 我说的也不一定 通通对 所以 这个只是和大家分享 交流 我还有很多东西 是要和大家学的 所以 我希望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可以客观 很科学化的 去了解一样事情 然后呢 这个抵示呢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500年前老祖宗 就这么讲 老祖宗说 是 这里说 是生法 怎么样操作 那 就是这么一事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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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